哈喽,大家晚上好 开始做直播了 OK 大家晚上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上线 我才放工回来 所以还穿着我刚才拍照的衣服 来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画面的声音会清楚吗 同样给我反应一下 OK的话我们就继续 大家晚上好 有这么快就要做Live Chat Ester OK,晚上好 今天是比较忙着 在拍摄 拍摄了三个地点 那么还没有拍完 所以还会继续的在拍 那近期里面呢 我的穿着大部分都是以汉服为主 因为我近期挺喜欢汉服的 就不知道你们看的习惯吗 OK,大家晚上好 看到很多人在线上了 OK,同样的今天的直播里面 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要在Live Chat询问的 你们就争取这个时间段这个机会 那我们等多一点人上线才在Live Chat 我先随便讲一些东西 有什么课题今天晚上大家想要谈的吗 有什么特别的课题你们想要讲的吗 其实今天我拍的这个地方 又包括了这个风水 所以可能我们也可以讲一些关于这个风水的东西 OK 好吗 好多人在Live Chat等等吧 等多一点人才线上 我们才一起在Live Chat 那我们先大家先聊一下 问候一下 就大家应该是吃饱晚餐了 我也吃饱了 刚刚从外面回来拍摄 今天是拍摄节目的一天 很多东西要拍摄 靠近我10月4号的活动 这一次的拍摄主要是给我10月4号的活动 大家晚上好 看到你们都在线上了 上升的人数也挺快的 那么今天的直播呢 今天直播里面你们也可以询问 关于这个风水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在直播里面我们聊风水 或者是你抓紧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我的平台这里是免费的 所以你抓紧这个机会 询问关于风水的东西 但是八字呢 如果是减皮的话 那我觉得不要太多 因为减皮的话 我只是在讲你的东西 其他人可能就会比较闷 可能学不到东西 那么再来另外一点呢 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 在每一次直播的过后 我都会收到很多的信息 很多的短讯 甚至PM也有 那很多人就会把他的出生日期啊 等等发过来 叫我来做减皮 那基本上我不会去回应这些的 那要做减皮的话呢 你们只可以在这个时间段 就是在线上的时候 刚好我有做这个live的时候 又公开给live chat的时候 你们争取一下时间 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那么我无法过后 做完直播的过后 我无法一一的回复你们 所以 所以就不要 不要一直私讯我了 基本上我不会回应你们的 有些人说我看起来很像很累啊 的确很累耶 没有什么休息到 而且今天是很早就起来化妆 然后又去新加坡 然后又 快来跑去 基本上是挺累的 那么明天呢 明天我就有一个活动 那是一跑 明天要去跑 所以明天是一个8月31号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那本身我也有参加的一个一跑 刚刚不赖 八三腰一跑 那我们主要是筹款 所以整个活动 筹来的钱 筹来的钱 我们都是捐出去 给我学校 OK 所以如果你也有报名 跟着我一起 八三腰 刚刚不赖一跑的话 记得明天 明天你们可以早点去 那我明天会去到 刚刚不赖的时间 那我预测是早上六点半 六点半我就过去了 因为我要去那边吃早餐 那我相信那边也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粉丝 也有大家一起参与活动的人 我们一起 可以提早在那边一起吃早餐 那可能也可以拍照 因为在活动期间 可能就比较不方便拍照了 OK 所以期待明天 能够在尴尬不赖 看到你们 OK 好的 OK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开饭做Live Chat 有没有人做Live Chat 现在这个时间开始了 你可以click说你要Live Chat 那么我就 邀请你来做Live Chat OK 那我们Live Chat里面 尽量都在讲风水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讲风水的东西 大家学得到东西 要直播聊天也是行 如果你想要在Live Chat里面 跟我闲聊聊一下 也是可以的 那我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我都尽量回答你们 OK OK 可以吗 有人在Live Chat吗 没有的话 我要讲其他的东西咯 就看你们 我没有看到有人在Live Chat的comments OK 我们讲一点点 这个 面向的东西 要吗 面向的东西 有些知识 我懂的知识 我分享出来 我觉得我分享出来的东西 就不用说每次 就讲到很多 很深入 我们就分享一点点 那就够了 我们讲一点面向的东西 面向学里面 曾经我也跟你们讲过 我们看眼睛 就可以观察一个人的 面向 就观察一个人 短期里面的一些运势 也可以观察 从他的眼神 眼睛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他的为人 人品 从那边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部分 当然看向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 像不独论 我们所谓的不独论 就不能够以一样东西 而断定全部东西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东西 去配合的 OK 当然我慢慢地教你们一点 让你们能够 去观察一点点 那眼睛看向 其实蛮容易的 眼睛看向 就是看眼神 所以他眼神闪烁不定 基本上这个人 心事太多了 可能跟你讲话 也不老实 所以这些观察的方式 这些观察的方式 我觉得大家 我们都很容易观察到 所以一个人对你 讲话有没有诚意 或者是对你是 什么样子的态度 你从他的眼神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不讲眼的形状 我们讲眼神 观察眼神 那个精神器 我们的眼神 OK 所以这些要 一点点慢慢去研究 然后当你看了下去 你去相信 你看的东西 那基本上还蛮准的 那眼睛里面呢 其实在我们面相学里面 最好的眼睛 不是像我这样搭理的 所以眼睛 最好的眼睛 其实有点像单凤眼的 凤眼的是蛮好的 那凤眼呢 基本上就是 眼尾比较长一点的 然后比较窄一点的 它非常有东方情调 感觉是很有东方美 很清秀那种感觉 有时候我觉得凤眼的人 其实也蛮可爱的 单凤眼 单凤眼很多时候 是单眼皮的 那也有些是内双眼皮的 为什么我要讲单凤眼呢 因为我觉得单凤眼的人的性格 有时候蛮好的 它其实蛮有一种 生长不入的感觉 那么单凤眼的女人 其实也是属于 对我来说很美一些 我看这个单凤眼是挺漂亮的 如果女人有一双单凤眼的话 代表着她蛮充慧的 有智慧的 那么男人呢 有看过男人有单凤眼的吗 其实也有 男人有单凤眼 比较小 然后比较瘦缠的 眼睛其实最好就是比较缠的 不要圆圆 一律珠那种 头脑比较简单的 所以比较缠的 属于智慧型的 男人有单凤眼就好像凤凰的 那种眼睛的感觉 在我们的面相学里面 会认为她可能是 我们讲 我们有一句话 目如凤凰 必定高官 就是说 如果她是凤凰的眼睛 她一定是高官 高官就是做政治人物之类这样子的 她可以做官的 所以单凤眼的人很多都是 比较像是做官的 就权威的 男人有权威 女人就聪明 然后就是比较贤惠的一种 但是单凤眼有一个问题 所以在如果眼睛的形状 你已经知道的是单凤眼是处于残的 可是当你看她的眼睛的眼球的时候 或你观察她的眼睛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好像朦朦胧胧 然后很暗淡的感觉 这样子的人就比较不聪明 她智慧反而就没有这样高 所以单凤眼整体上 感觉上她 她眼睛要 眼珠子要有发亮的感觉 所以这个感觉 你要自己慢慢去观察 OK 所以单凤眼 现在你们有没有人是单凤眼的 给我知道一下 我不是 我只是眼睛比较残一点 OK 好 可以吗 有看过男人有单凤眼吗 当然她的眼珠一定要有神 那她可能是身份地位也比较高的一种面向来的 OK 好的 那现在我看到 开始了 我们做live chat 我看到有人说要做live chat 我click你下来 来 OK 等等 等等 走太快了 orange orange 里 成 成字 orange 成 姓李的 不是姓陈的 只要她叫orange hello 你好吗 你有在线上吗 orange 按不到 然后我们再来试试看多一次 orange 那记得 我们今天的live chat 主要呢 就是讲一讲这个风水的东西哈 有吗 有没有在线上 ok 没有哈 没有 我们就下一位下一位 我们就尽量哈 有人做live chat那是最好的 因为希望通过live chat大家可以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live chat你可以 帮你回答你的问题 解开你的一些 一些疑问哈 ok ok 来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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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灯 ok 怎样称呼你 你好 Miss Wei Aster Aster 你好 你在什么地方看直播 我在Bungie 万宜 万宜 Bungie ok 对对对 嗯 可以吗 有耳机吗 会有回应吗 可以吗 现在 ok 好 可以 好 现在可以吗 ok 你要询问关于什么东西 要看风水 要对 ok 好 来 可以看看一下你的机会吧 好 ok 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有问 慢慢来哦 我有东西没有问到 这个就是 我感觉到 这是 对对对 这是我的大门 这是我的门 他是红绿啊 他是红绿啊 ok 可以 明白 对然后 我是想问哦 嗯 其实我找不到我的财位 我不懂我的财位 应该在哪里 啊 ok 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 我这里 我这里是大门吗 嗯 我大门一进来哦 ok 其实我的财位 应该要在 这边 是吗 ok 就是那边 另外一边还有 还有角度吗 另外一边还有角度吗 另外一边还有对角吗 就 就没有了哈 另外一边有什么 神 不要这边 退后 退后 这里 退后 我看一下 退后 再退后 ok 转过去神台那边 这就是厨房 再退后 到回去大门的位置 啊 神台这边 这边呢 再走过去那边 哦 没有了哈 没有大门 没有东西了哈 哦 ok 没有东西了 对 ok 那么就是 这一个角落 不算角落 因为它旁边有一个门 通过去 后面的 对吗 ok 再往后通过去 对 你后是这边 对 再往后通过去 然后还有 诶 等等 不要走啦 退后 退后一点点 退后一点点 再退后一点点 我看一下 有没有角落头 那边 另外一边 有没有角落 没有哦 这个不是角落吗 不是这边 旁边 不是这边旁边 另外一个旁边 旁边 啊对 这个是这个巷口了哦 哦 是巷口哈 哦 是巷口 是巷口 没有角落 哈 然后再来 直接再走向前去 看 再看呢 就是电视机的 这个位置 电视机去到后面 啊 如果 后面就 鱼竿这里 什么 是鱼竿吗 啊 鱼竿这边 对 是鱼竿 所以整体上看起来 从刚才进门口 的对角 基本上是没有看到 在客 在那个位置 是没有看到 然后需要过了 这个地方 走到里面来 电视机这边 也没有对角 只知道了 这个鱼竿 这个位置 才是对角 是吗 对 如果 如果是讲 那个厨房的 就是 从这个大门 大门进来的话 如果是讲 这里会是对角吗 也不能啊 这里是已经被挡掉了 是吗 有门挡住吗 没有门啊 对 这里是对角啊 这是对角啊 这里哦 这里 对对对 这里 这里算是对角 这个是门 没有 有门挡住吗 但是我这个是 呃 我就是这边 有做一个拉 拉门 这个是去后面 晒衣服的地方 对吗 洗衣服的地方 哦 对 这边后面 就是我放 我放冰箱 OK OK 这样子的话 从大门口 进来去 左手边 右手边这边 就是厨房 直接去到他的角落头 其实那个就是采薇 那一个地方 刚才 对对对 这个走进去看一下 这是什么样子 啊对呀 这边这边 这边这边 因为没有对角啦 他唯一最靠近的对角 就是这里 而且你的厨房 跟你的那个 foyer 进门口那里 是没有遮的 对吗 它是通过去的 对吗 就是从大门 来到厨房这里 是通的嘛 大门来到厨房这里 对对对 直通的 是直通的 所以可以断定 这边其实就是采薇 因为他没有遮 他有遮的话 就另当别论 所以他没有遮 他这里就是采薇来的 这样我 这样我这里 这样我这里 我没有放东西 没有放东西 厨房里面摆风水 比较难 所以这个是 比较难一点 如果我 如果我这个 这个洞里面 我放 放时钟 放闹钟 放闹钟可以 比较简单 可能你放一个 铺满吧 铺满 也是比较容易 铺满啊 铺满 OK 好 还有吗 我是想问 我家的鱼干 放在这里会 会不好吗 鱼干的东西 东南西北 那是什么方向 你会知道 鱼干的方向 那是什么方向 我的大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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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thwest Northwest叫什么 华语 Northwest 老公 Northwest的华语是什么 西北方 北什么 西北 西北 西北是吗 西北 对对对 西北 那边就是东南方 对 对吗 对 东南方 木区的范围 还可以接受 正南方那里 就不可以做鱼干 所以如果刚好 是东南方的话 它还可以做鱼干的 但是做鱼干 另外一个条件 它其实就是 男主人的八字 一定要洗水 五行里面 它一定要十二岁 要不然也是 不可以做鱼干 明白吗 好 明白 OK 明白 但我就是 想 我是想要问 顺便剪辟我老公 可以吗 因为他最近 想要做 要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就是 不懂他的生意 他想要做 水 关于水的行业 关于水的行业 他是想要做 关于水 OK 他就很喜欢水 所以家里就有鱼干 哦 明白 个人嗜好 要把个人嗜好 做成事业 那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对 因为永远穿越 我会讲 我会鼓励说 做自己喜欢的 就对了 你做自己不喜欢 那很糟糕 OK 来 我帮你看一下 不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 全部人都听到 你的这个八字 没问题 OK 来给我 他的出生日期 杨历 19几年 1990年 1990年 3月2号 已经开始做生意了吗 他有在研究 这是还没有set up 还没有去弄 时间呢 出生的时间 丑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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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 我用饭丑食 OK 来我们看一下 你的 OK 1990年 3月2号 是农历的 二月初六 对吗 丑食 对 二月初六 数码的 OK 数码的 他金木水活着 我知道了 他是 非常喜欢水 为什么呢 他八字 缺水 他八字没有水的 他八字缺水 所以他非常需要 用水来补助他 所以刚才那一个位置 放鱼干 东南翻 东南翻那个位置 放鱼干是可以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本身八字 也非常缺水 他说做的行业 是属于水 行业也是很好的 那么再来 明年 明年 明年虽然是有 有冲泰税 明年其实有 放泰税的 OK 所以明年放泰税 可能做东西 对 明年放泰税 做东西可能一点点 也不顺 可是整体上来说 明年是属于什么年 你知道明年是属于 水的年份 金水比较旺的年份 所以对他始终还是有利的 所以则是在做的 当儿可能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阻碍 那些过关长将就是了 见招拆招 什么事情发生 一样一样解决 那么过后呢 整年过后 他其实是顺利的 是好的 所以他八字里面是属火的 他是属于大火命 大火命 可是缺水 大火命 真是好吗 大火命可以 男人大火是好的 可以做大事的 野心也挺大的 所以可以做事情的 所以算是好的 那只是刚好缺了水 缺水从寒业 做的水的寒业来补助 也是不错的 明治加水元素也是不错的 家里摆风水跟水有关系 也是不错的 那么再来身上带的东西 全部跟水元素有关系 也是很好的 就带水元素的水晶 黑色的 蓝色的 灰色的 水元素的水晶有很多种 黑色 蓝色 灰色都属水元素 你用颜色来判定 水晶的五行比较容易 OK 他包括了海兰宝 彼得石 我会建议他用彼得石 彼得石不错 或者是青金石 或者是蓝金 蓝神比较适合这些 或者是蓝虎眼石 对创业的也是很好 OK 所以他适合的东西蛮多 这样他需要 嗯 他需要金嘛 就是 需要 金元素 金元素需要 他需要金元素 对 如果他带黄 黄水晶可以 适合他 黄水晶 黄水晶属土元素 黄水晶属土元素 也是他需要的 OK 他不需要的是木跟火 两个元素 另外三个元素 对他就很好了 木跟火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是木火 OK 那么他需要的是 金水土 这三个元素 金水土 而这三样东西 最重要的是 金跟水 两个元素 相生的 这两个是最为重要 土放第三位 不怎么重要 那代表着他 对他有利的颜色 金色 白色 银色 蓝色 黑色 灰色 为重要的颜色 黄色和褐色 Brown color 是为不大重要 但是添加也没问题的 其他的颜色就不要动了 红色可能一点点 或者过年过节 你穿到红红没有问题 平时每天穿着红红 就没有这样好 那么再来你的logo 你创业 做生意 这生意的话 你的logo全部红红色 那就跟你的水元素 就在相冲了 所以这个不需要去添加的 所以能够的话 就全部跑金水相生 你的名片 里面多一点金色的东西 金边 那你自己的办公室的颜色 你自己bedrop的 你摆的东西 你就要以这个为出发点 金跟水两个相生的 对你绝对有利的 OK 明白吗 红红的 所以他如果是做水的行业 对他是好 对 适合的 适合的 OK 海产呢 大家算做什么行业 他要做什么 水的是什么 养殖 养殖 鱼虾 鱼虾 有杀神吗 有杀神吗 有杀掉神吗 没有杀神 就是活的 活的 卖掉了 就是supply supply罢了 然后没有杀神 不杀神 今天不杀神 但是毕竟是做 做造业这样子的工作 能够的话 当然就是你要给他平衡 尤其是做什么东西 什么都要平衡的 做一点慈善 OK 那么可能就捐一点钱 给医院 孤儿院老人院之类 这样子的 差不多看到赚到钱 你就开始付出一点点 在这方面 他需要这样子去平衡掉它 OK 有些韩业需要多做慈善的 包括你们的韩业也是一样 OK 嗯 还有呢 还有什么要知道 好 嗯 老师我想 我想问 我的家 我有放一个 嗯 我这边放一个小小的植物 OK看到 有关系嘛 嗯 其实 放植物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长得漂亮吗 还是容易死 啊 没有死过 没有死过 这样你造饭 没问题的 但如果他一直死 一直出问题 那就不要了 但这不是睡房 这是在客厅 啊 在外面的哈 在外面是可以 啊 在里面是可以的 啊 老师 我的是灶炉在这里 然后我的水是在这里 灶炉是水 有 嗯 有 它是有三车 三车 有三车吗 它是转弯的哈 一个L型是吗 如果没有看错 不是不是 不是 是同一排 直线啊 但有两三车的距离啦 不要太靠近 有有有 有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中间又有一个Fryer 它也是算火 不不不算 哦 不不仅啦 以灶炉为主 以灶炉为主 所以这个Fryer这些不算 哦 嗯 然后我中间 我就是中间有放个植物 但是就是这里的植物 就比较 不 对 啊 比较不稀奇 因为通常在厨饭里面的植物 它耐不得 它一整天跟你打炸 它自己也不行的 所以这种状况 那你的情况呢 我是觉得你不需要 只要它有个两三车的距离 那就OK了 啊 那就不用了 明白 哦 就 就 不一定要放植物也是可以 不一定啊 很靠近那种 我们才放植物 但是这些植物要很群劳 换 因为它很容易死 最好是有两三set 啊 过几天就换一个 换 从外面的换回来 那这个用的呢 就换回去外面 给它 给它 给它去健康的伸展 因为它好容易死 如果你单单一颗一颗 放在厨房里面 它通常基本上水火 两个相冲的那个位置 放在中间的那颗植物 特别容易死的 所以你要 一定要standby多几颗 一直换来换去 可能 一个礼拜换一次 类似这个样子 OK 哦 明白 好 可以 可以啦 足够啦 回答你好多问题了 好 OK 谢谢你 谢谢你 晚安 谢谢你 谢谢老师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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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你 OK 关于这一个 关于这个水的 水的 水元素在 水元素跟火元素 两个都是 极端的元素 有水跟火 有些人适合水火 两个都适合 就像我这样子 我的八字本身 水火两个都没有问题的 但有些人的八字 比较极端一点 它要不就用水 要不就用火 这种状况之下 就要大别 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它整个格局 整个摆设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一弄错 影响是蛮深的 蛮严重的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接多一个 Live Chat 好不好 来看一下 还有谁要在Live Chat 我把电话滑一下 因为它卡在 刚才接Live Chat的 那个时间段 来 OK 我第一个我就看到了 第一个 OK YOU YOU CHANFONG YOUCHANFONG YOU 有吗 有在现在吗 没有的话 我就要换人咯 OK 我们讲风水 Live Chat YOU YOU Hello 老师早 Hello AIN Hello 不早了 不早了 我晚上好 老师晚上好 老师晚上好 你需要拍一下耳机吗 你需要拍一下耳机吗 哦 我耳机有试过 可是好像 connect不到 嗯 嗯 connect不到 因为有很重的回音 有很重的回音 等一下 早早看一下 早早看一下 还有吗 我听一下 我听一下 还有吗 还是有 还是有 很重的回音 很重的回音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有没有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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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机 啊 没有 谢谢啊 我试试他 那时候有试过 好像 好 嗯 她的头部是这个 她的头部是这个 你的耳机过一下 这样可以吗 OK 我听看 还是有耶 还是有耶 有回应 还有回应 还有回应 你是要给我看你家的风水吗 对 OK 这样你讲 我听清亮少讲 然后你讲完了 然后你讲完了 我盖了电话 你盖了电话 我才讲 好吗 OK 你给我看 OK 你给我看 这个是我家的大门 这是门 OK OK 然后 这个位置怎样呢 大门 大门 你要问什么 你要问什么 你要问 你要问 台卫 OK 你要问 台卫 OK 你要问 台卫 反回来看 大门 我们转回来看 啊 你把银 啊 你把银 反回来看 哦 这个是大门 这个是大门 OK 找回去 找回去 嗯 嗯 这是走进去看 这是走进去看 现在的你们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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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听到很辛苦 OK 来 我们先 来 我们先 走进去看 走进去 走进去 对 台卫 这是你已经翻了东西 你已经翻了东西啊 这个 这个对 整排的 这个对 整排的 台卫 然后 台卫 可以吗 因为我有 翻了什么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对 你面出来吧 你面出来吧 我家门口向东南 嗯 嗯 这个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居宝盆 居宝盆 不如设 不如设 OK 可以 可以 居宝盆 OK 可以 去把盆不要空空 去把盆不要空空啊 哦 要有东西在里面 要有东西在里面 这个是买现成的 这个是买现成的 OK好 可以 可以 对 OK 我下面这些可以放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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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干净的东西都可以 干净的东西 OK 这是很新的 OK 回音太大了 回音太大了 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提琳可以吗 便宜你拍完它 便宜你拍完它 等下我回答 等下我回答 嗯 嗯 OK OK啦 OK啦 可以啊 OK 可以 好 然后我 我这里呢 有一棵是 假树 可以吗 OK OK 你在 OK 我看 我看 我看你的 我要收现了 大家都辛苦 大家都辛苦 OK 我回答你 OK 我回答你 看那两个问题 好 可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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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 太辛苦了 听到我的头痛了 OK 嗯 刚才给我们看的 这个 这位粉丝 给我们看的 他是属于柴位 就是大门口 进去的位置 他问是不是 柴位 是不是那个角落头 这个答案 告诉他是 的确是 那个位置 就是柴位 柴位 其实我觉得 刚才给我们看 一个很棒的 很不错的例子 他做了很多 在那边 很多城堡 在那里 所以每一片城堡 你其实都可以 把一些吹材或吉祥 吉利的东西 包括你可以放 一堆皮修 你可以放 富禄寿 但如果你放 时钟的话 你要注意 不要向这大门口 外面去 他一定要向旁边去的 OK 但向这旁边 你还要注意 旁边不要有神台 向这神 那里也是不可以的 那么再来 可能其他的一些 风水物品 我觉得比较安全 又比较有 磁场能量的 你看水晶吧 水晶有蛮不错的效果 这样那一个位置 就不要乱放东西 不要放杂物 不要放肮脏的东西 尤其我们最讨厌的 就是放了这个鞋子 或者是垃圾桶 或者是一些 一个风扇在那边 也是不行 只要是柴位 我们都不可以放风扇 OK 还有一点 就是在线上的你们 如果要做 Live chart的话 Standby耳机 要不然的话呢 他会有很强的回音 我们听到都很辛苦 所以你一定要 Standby耳机的 我们他还可以做Live chart 如果你没有耳机的话 我只可以收线 我先跟你们讲 所以有耳机的 他还可以做Live chart 我们接多另外一位粉丝 OK 我接多另外一位粉丝 画面有点萌 有人讲 怎么了 画面会萌 OK 来看 Wendy Wendy耳 Wendy耳 OK 来 有吗 OK Wendy有在线上吗 是 画面好像 感觉上有点萌 Wendy你好 嗨 老师你好 Wendy你在哪里看直播 什么地方 我在吉隆坡 吉隆坡 OK 有什么特别风水上的问题 来 我们在这里 可以帮你解答你的问题 我想看看 我的家的风水 因为我家是一个 Town House Town House 你是在楼下还是楼上的 我是楼上 楼上的 OK 好 来 你要给我们看是这样子走给我看的还是有特别针对性的问题 有针对性的问题直接跟我讲哪一个问题 嗯 这个是我家的门口 嗯 楼梯上来 然后看来这里就是客厅 嗯 OK 然后这里是书座 嗯 OK 我只可以回答你一些问题 一个问题 不可以回答太久 太多个问题 也不可以帮你看完整件物质 我想问 财位是在哪里 OK 再来多一次 大门口的位置 给我一下 因为线上的粉丝 看不到你的画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看不到你 但是他们听到你的声音 啊 直接我看到你多么神奇 OK 来 给我看多一次 大门 他们在线上 这也是大门 大门是这个 OK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大门 你要问财位 走进 大门的正对面在哪里 大门的正对面 一开门进来 直接看到的是什么 大门的正对面 大门正对面啊 是吃饭做啊 一看到就是 吃饭做跟厨房 哦 吃饭做跟厨房 这个风水不大 对哈 OK 然后他的另外一边脚 刚才你转过去的那个位置 就是那一个斜对角 对对对 OK 斜对角 等一下 慢一点慢一点 倒回去再转过去一下 再转回去 饭做那里 慢慢转 慢慢转 转过去 电话转过去 OK 来 这个 OK 我看到的一个是 再转回去 再转回去一下 再转过去一下 OK 这个角落头是什么来的 这只去的 这个角落头 嗯 是输途 输途来的 这个就是你的 财位来的 如果没有错的话 从大门口看到的 我看到第一个角落头 是这个地方 哦 这个是财位 嗯 这个是财位来的 所以就变成 你要以我上次讲的那些方式 把启动你的财位 然后收拾干净整齐 那就行了 OK 哦 明白哈 好 我只能回答你一个问题哦 因为线上的人的确全部看不到你 OK 好 那老师可以帮我做个简皮吗 现在不可以 因为完全我们看不到你 OK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出什么状况 但是电话荧幕上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要跟你收线了 OK 下次要换另外一台电话 比较好 这台电话看不到人 OK 就帮你看那个财位 不可以啊 可以检皮 检皮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不可以先 我们要看到 比较能够互动的比较好 OK 可以吗 好 谢谢 好 OK 谢谢你哦 OK 下次换另外一台电话 OK 啊 OK 另外一方面 就是画面开始萌了 就代表着 它的网数开始不行 support不到了 那 看不到对方的 景象 影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现在的画面慢慢应该会 偏向于清楚一点 刚刚开始 好萌 可能大家 image blur了 啊 然后是完全看不到对方 非常糟糕 为什么会看不到 所以看不到对方 我就很难跟他继续下去 因为我觉得 大家都会觉得 不懂我们在干什么 讲什么 大家学习不到 因为我在这个直播 除了要帮助你们 解决你们的问题 另外一个目的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 实际的例子里面学习到 一些风水上的知识 所以学习不到 那我们就放弃 OK 那么现在 现在还是要很不乐 画 荧幕画面还是很不乐 对吗 我开线一下 我开一下 我关掉 这个东西 我看一下 会不会清楚呢 OK 因为我希望我的 这个画面是清楚的 来 试试看 再重新开始一下 来 我关掉WiFi 我用我的 这个网数来看 OK 我们看一下 会清楚吗 OK了吗 可以给我指导一下 画面会清楚吗 OK吗 还有这个声音 会清楚吗 OK 因为画面蒙 网线一不行 我们就可能就 做不到 这个 Live Chat 还是 Blur 还是 Blur 还是 Better 好一点点吧 可能只是好一点点 OK 如果是这个样子 我就不能够 跟你们讲的太多 我们可能就 学习一下 关于 风水上一些知识吧 我就讲我的东西 顺便也教你们 关于风水上的一些知识 OK 可以吗 还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 只可以这样子 我现在看这个 画面 开始有一点清楚了 有一点清楚 应该是好一些了 OK 声音也清楚了 我们就讲一下 风水上的一些知识 我怕接线了 过后它又开始Blur了 好不好 我们就上课吧 听课吧 听我讲一些东西 风水如何影响着我们 OK 今天我们就讲风水的东西 那风水呢 只要我告诉你 只要你生活 伸展在地球上 伸展在地球上 地球 地球它有一种磁场 OK 所以地球是有一个磁场 那么地球 它是 它也会逆着时钟 逆着时钟 围绕着 太阳在旋转 地球本身是自转的 它围绕着太阳 在旋转 我们叫做公转 所以 它这个 这个磁场 这些活动 绕着的 这个运行的轨道 我们叫做黄道 OK 那为什么地球有磁场 所以它是一个气场的流动 是大自然的一个运行 当然 它是一个大地理的环境 而风水呢 风水它其实就是 跟地球的这个磁场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只要你伸展 在地球上 OK 在这个磁场空间里面 你自然就受着 阴阳五行 风水的 这一个因素 而影响着我们的 所以不要说 风水不重要 其实风水也蛮重要的 虽然它影响着我们 大概在一个 在一个十八仙左右 可是这十八仙 都是蛮重要的 我们能够 因为这十八仙而好 或者是因为受这十八仙 而拉低掉你的 这个运气 也有可能性的 那风水里面要讲到 很学术性 很复杂 那太多东西了 所以我们就讲一点点 比较简单的东西 我就跟你们分享一点点 关于杀气的东西 要不要 OK 关于杀气的 我滑一下电话 我看一下你们的一些 comments 从刚才开始的 因为它停住了 电话上了 OK 顺便我也看一下 你们的comments 有特别的东西 我就也可以顺便回答 OK 没有在live chat 自己一个人讲 有点乖乖的 没关系 那我就讲一点 关于这个杀气 杀气有分很多 很多种杀气 有声音杀 有气味杀 有剑杀 还有剑脚杀 等等 有很多东西 那我们来讲 噪音方面的 这个声音杀气 声音杀 声音杀是一个 你看不到摸不到 但你只有听得到的东西 声音杀也是要注意 那个杀气不是那一个杀 不是杀人的杀 是另外一个杀 是一个杀气 OK 所以声音杀呢 也要注意 当你会觉得 你的环境的空间 制造出一些杂音 让你很不舒服的 在你的空间里面 影响到你的 那其实都是叫声音杀 OK 能够的话 我们住的环境 当然就是不要有太多 这些杀气的东西 包括声音 造成你不舒服的 这个状况 那声音杀也包括什么呢 其实我蛮常遇到的一些声音杀 就是他居住的这个环境 他住的这个地方 可能太靠近了工业区 那靠近工业区就是 他经常会在工作时间 他就有很多 吃饭时间 也有响铃声 那么可能去上班时间 八点 九点 他又有铃声 那么还有就是可能 他有一些重工业 还有轻工业也好 他可能有一些杂音 就有啵啵啵声 或者制造一些什么声音 所以如果你住得太靠近这些 有这种制造杂音的环境 基本上你就受着这个杀气 这个杀气呢 看不到 摸不到 但的确就听得到 也影响着我们住在屋子里面的运势 那这个声音杀会影响什么呢 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脾气 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短期里面的运气 所以当你隔壁 比如说邻居 或者对面的屋子 正在专修 所以他在专修的过程中 他也会制造出声音杀气 当然制造出声音杀气 就代表着你在 他专修了三个月 你在三个月里面 你本身也会受影响的 你的运势也会下微下跌 然后当然你自己 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容易发脾气 情绪 家庭和谐 各个方面 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影响 或者是家人之间的感情 也会突然间受到影响 很爱吵架 夫妻之间爱顶嘴等等 孩子突然之间变得脾气暴躁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近期里面就会有这种现象 那之前就不会 那就近期里面 大家都有一种毛躁 很脾气很不好 很不和谐的那种状况 其实就是因为 这种无形的一种杀气 影响着我们的 所以要注意声音杀 如果隔壁邻居很喜欢养狗 养了很多狗 或者你自己本身家里养狗 那个狗谁经过都肺 什么事情都肺 一直在家里 一直肺肺肺肺肺 那隔壁也是声音杀来的 所以不要以为 他会 他那个 这种东西是狗肺 没问题 但是他一直 有事没事一直跟你肺 制造这种声音杀气 对你也是有所影响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我觉得住靠近highway的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车来来往往的 那个声音 也是属于声音杀气 所以有太多外在的因素的杀气的话 那物质里面 人住的地方 你要住到健康 你要住到家庭和谐 你要住到运气好的话 你还是要隔音的 不要听到太多外面的这些杂音 所以要尽量可能你玻璃坐厚一点 或者穿脸部厚一点 来跟它隔音 找一个方法去隔音 但如果杀气是来自物质里面的杂音 或者是有一种现象 我觉得那个现象 可能很多人的家里都会遇到 那是风扇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吗 风扇的声音 风扇太久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个很不顺畅的声音 就打打打打打 那可能你自己会觉得 我听久了 我习惯了 我没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一直重复的 repeat的这种声音 其实就是杀气来的 所以对你会有影响的 所以不要不管 身边出现的东西 看到的东西 觉得怪怪的 觉得有问题的 不要为了省钱而不管 包括了漏水 家里尤其是漏水 家里可能这里漏水 那里坏 这里可能水龙头灌不紧 等等 漏水 要不然就马桶主塞了 所有跟水有关系的 就代表着你要破财了 因为财运开始不好了 所以它有很多这种东西的出现 你们都要特别的留意 特别的去看紧来 那如果家里有养鱼的 可能那个水 打水的声音 或者是water feature 留下来的水声 太大声的话 它也是杀气来的 所以这些水声能够的话 调声音尽量调柔和的 小小声的 明白吗 我看到有人问 讲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Apple Apple讲什么 时钟的声音 时钟的声音 也是杀气的一种 所以在物质里面的时钟 尤其是在睡房里面的时钟 我蛮鼓励 大家买那种静音的 或者是灭音的 完全没有声音 那是最好的 所以不要听到 那个时钟的 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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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一个声音 但这样子的话 就制造了 我们的精神上的一些负担 所以把注意力 反而放去那边了 而无法思考太多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杀气来的 所以你知道 还有些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有声音杀吗 给我知道一下 看看你们可能遇到的问题 遇到的这个声音杀的问题 我看一下你们的电脑上 你们的comments 声音杀 我看一下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你们 我只看到时钟 冷气声音 也可能是声音杀 有些冷气太久了 还会发出一些杂音 只要是杂音的 都是属于声音的杀气 要特别的注意 方杀坏了的声音 对 OK 好的 所以注意一下声音杀气 所以一家人如果发现到 近期里面很爱吵架 脾气特别不好 孩子特别 特别有多多battern 一直跟你顶嘴 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因为杀气的问题 如果那个杀气 是因为你一下子 就你做东西 做一下子 然后它有一下子的声音 杀音 影响到你的 那一下子基本上没问题的 如果它是 一直每一天重复着 这个声音的话 就像水池 water feature 或鱼杆的水 一直在那里打 的那个声音 之类这样 它就是一直在那边的话 那个就是杀气 OK 就会影响到我们了 OK 婴儿哭的声音 婴儿哭不简单 你不是哄它就行了 OK 电视呢 不是杂音 电视是你控制得到 或者是 它不是杂音 它又很多 很好听的声音 所以电视不是杂音 OK OK 早上的鸟叫声音 这个讲到 好好 早上的鸟叫声音 早上的鸟叫声音 也不是杂音 它是闪心悦目的 它是听 心情也蛮好的 鸟叫声音是好的 但是 再告诉你们 但是如果家里出现了很多鸟 而这一个鸟呢 是乌鸦 黑黑的乌鸦 那就不好 就非常非常不好 证明着 你的家的运开始走下 你的运开始走下 尤其要注意家里的男丁 是不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乌鸦飞来家里 每天固定的时间 在那边 一直吵 一直 乌鸦怎么叫 鸭叫吧 OK 一直在那里叫的话呢 肯定就是 你这边的就不太好 所以鸟叫声要分 喜怯的叫声是好的 所以要看什么鸟的叫声 但是乌鸦的叫声 绝对不好的 不可以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家里 如果有一大群 一大群 近期里面 你会觉得一下来没有 突然之间来了好多乌鸦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了 OK 还有看一下 有人说孩子很不听 我很伤心 孩子的东西要两方面 多交流 现在的父母亲 属于爱的教育 因为可能就是 忙着做工 而没有时间陪伴 就是丢一个电话给他 那就解决掉问题了 所以这个 这个陪伴少了很多 自然就会有一些 一些小问题 如果那个小孩子不是 不是 不是 这么会想 或者是他比较偏向于 可能极端一点点的话 可能他就会有 就会有一些 就是一些代工 跟父母之间的这个代工 OK 马路上的声音汽车呢 窗口的风声 窗口的风声 那个杀气 我们其实叫风杀 另外一种杀气 它是属于风杀的一种 那风杀呢 基本上当然也不好 只要是叫杀气的东西 都是不好 那物质的风水学里面 我们讲最注重的一点 叫做什么 缠风聚气 记住这四个字 缠得住风 聚得住气 就是好风水 所以一种物质里面 它一定要缠得住风 气 能够聚在那边 就是好风水 那为什么我们讲 财位 名财位 就是进门的斜对角的位置 进门的斜对角 绝对是好风水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进门的斜对角 它是气进来的时候 所到的 和稍微停顿的那个地方 我们叫聚气的一个地方 它就是采位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 会是不好的风水 如果它是比较特别的状况 就刚好遇到小人位 刚好遇到太睡位置等等 光飞位置 它就会突然间 从好的变不好的 所以在好和不好 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启动 因为当你启动了 会不小心把不好的也启动了 所以基本上就放它冷静 不要去动它太多 OK 那么 刚才我们讲到什么 OK 好 忘记讲什么东西了 等一下你们提醒我一下 一转一话题就忘记了 OK 可能太累的缘故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你们comment一下 刚才我在讲什么东西 声音的风煞 我想起来 风煞 OK 风煞 风煞 当然就是 一间屋子 如果它 藏不住风 聚不到去 基本上就是因为 风太大了 有些屋子的风 吹进来屋子里面 风好大好大 那只要你开藏铺 基本上 所有的纸杖都飞来 陪去找东西 都一定要拿东西来压 这种东西这个时候呢 就叫风煞 OK 风煞太强的话呢 物质里面的气 不聚乱七八糟的 整个气场流动 先是乱七八糟的 基本上风水就搭散了 风水就不存在了 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的风水 藏不住风 聚不住气的物质 是不好的风水 所以记住这四个字 好风水 一定要藏 风聚气 OK 那么声音煞的话 风的 风它本身也有一些声音 就像今天 今天是初一 今天是八月初一早上 我今天很早起来 我四点半 早上就起来准备了 好多东西做 四点半就准备了 那么大概是五点的时候呢 我在新山这边 我在Austin这边 就听到了 很大很大的风声 OK 很大的风声 它呜呜呜呜 那种很大的风声 就在外面 感觉像龙卷风的那种感觉 刚才我关注玻璃门 所以我就看到外面的风 树在飘 然后那个声音大到 我连我的玻璃是很厚的 我在物质里面 我都听得到 这是比较少见的状况 那就很很大的风声 接近四点多到五点 还没有到五点之前 它就开始很大的风声了 那过后 风声的过后呢 它就怎样呢 今天很特别 风声的过后就下雨 八月初一的 今天凌晨的时间 它就下了雨 下很大很大的雨 然后就感觉上就新的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农历七月完了 所以八月开始了 所以好兄弟回家了 所以那个风 不知道我是不是 把好兄弟 全部给送回去的 那个风声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感觉就在那边 因为我很早起来 虽然我很持续 可是我有一个习惯 我喜欢早起 因为早起 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东西 早起比较近 晚上有时候太累了 眼睛看东西比较萌 所以我喜欢选择 在早上的时候 来做东西 所以在这时候呢 我就开在外面玻璃门 看看一下 风好大 就全部关回来 就感觉到 哇那一股阴气 那一股阴风就这样吹过 而且很大很大 有一种龙卷风的现象 不知道住在JB的你们 有没有看到这个现象 如果有的 也给我反映一下 或者是在外地的你们 也有 刚好也有这样的现象 也一起反映一下吧 今天好特别 今天早上凌晨 四点多到五点之间的 这个变化 气象的变化 好特别的 然后就下雨了 OK然后 应该都回去了 好 八月算是好的月份 是很多人结份的时候 OK OK 看一下你们的一个 有人说很大雨 的确今天早上还没有大雨之前 其实挂了一阵怪风 挂了一阵阴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听到 这个时间段 如果还早起的人 可能就有听到 看到 有四点 Lillian Lee讲四点 对于我也是在四点到五点之间 还没有到五点 他就挂了很大的一阵风 突然之间来的 他就这样子飘过来 一阵风很大 然后就过掉了 然后就开始下雨 好奇怪的现象 我很少看到这个样子 那我们学风水的人 他都是对这个气候环境 视周围的环境 会比较敏感一点 所以经常都喜欢去观察环境 那以前古代的风水师 都是观星象的 我告诉你 诸葛亮他们都是观星象的 只是现代我们 犯式有点变了 星象这些东西 大自然的东西 可能就比较少看了 可是近期里面 我都会比较喜欢观察这些东西 都会 你看我到处去走 到处去看 就是这个原因 永平也是风好大 也是下好大的雨 其实我蛮累的 你知道我几点起来 前一天 昨天还在中国回来 然后又这么早起 到现在这个时间 也没有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也要很早起 明天早上我大概是 六点半左右的时间 早上六点半 我就可以到达 刚刚普拉 去那边吃早餐 然后就开始 一跑 一跑时间没有这样早 我只是要提早到 因为我怕塞车 怕一千多人 到时候现场可能很堵车 所以还是要去找位置 所以还是要去找位置 的朋友一定要早一点去 明天是刚刚不来 八三要一跑 所以我会做那个一跑池 池上大师 会在那边跟大家一起跑 所以要参与的朋友 只有之前报名的 然后新来的应该不可以 因为要穿那个uniform OK OK 可以了 今天我不要讲太多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要去好好的冲凉 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要很早起来 大概是五点多起来 五点的时间起来 好的 那么明天晚上呢 再跟你们做直播 明天晚上是8月31号 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庆日 所以明天晚上 我在家 我没有去哪里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在线上 在互动 准备好你们的问题 然后准备 要做lifeshot 朋友准备什么呢 准备耳机 还有要做lifeshot的时候 记得穿好衣服 当你comment的时候 你是穿好衣服 不要紧紧张张 然后我click到你的时候 你来找衣服穿 OK 好的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的时间 希望今天你们学习到 一点点撒起的东西 那明天我再准备一些东西 看有什么东西 能够让大家在线上学习 还有就是线上分享风水 你们家的风水 也是可以的 OK就这样子了 拜拜 晚安 大家早一点休息 我也要早一点休息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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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